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资料时间是太长了 所以我们会只看某一段时间 例如说我们从2020看到2022这三年的变化 所以这也会用交叉分析筛选器来去做 所以这是我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 我想在这边先做复制格式给它来一个框线 我老是点到外面去 复制格式它出就有框线了 然后接下来其实同类型的图表 你就直接复制就好了 复制贴上 只是我这一格我要放的不是区域别 不是区域别而是统计日期 所以请把它的时间改掉 而且这个统计日期 统计日期我会希望说 它是可以让我选区间范围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请你们先设定到统计日期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我说过 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视觉化图表 你可以在左上方右上方去找到更多 所以点选这个往下的这个箭头 点一下它这边有清单的方式 现在我们是清单 还有下拉式选单 还有你可以选择之间 这个应该是之间 这是之前之后 所以选择之间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2020年到现在 你看它是不是就这样子来去呈现了 这样可以了解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做 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仪表版的概念了 好请你们动手来去做